藍庭,位于江南省下的绍兴的寒军上下。 夜王东剑曾经再次重南来的东西。 中军永和九年一起文文养泄,在这里流上烟饮,复兴创色彼此刻。 修法家王西基在《榜汉之记》少尘满海,挥一少其笔,为此赦索的自己作戏一生。 记下了这次机会的盛况和自己的观感,这就是被议为天下第一成书的蓝品词。 王西基在《榜汉之记》少尘满海,农元三零三年,受伤在山中南甲的一个冥满的农养。 幼元便于农兴的政治中心健康,也就是今年的南京城,住在了房法的武艺山内。 王西基的伯父王导,是副主人,苏玛日,开放这层东京王导的重要人物。 王西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,有着德勤独厚的思绪条件。 他七次拜耶稣法家魏夫人律师,三领光景,也认得敌立心神,咬结德式。 王西基的大部分时间,是在温厂度过的。 他开始做律书郎,后来又做幼金香精筷子类型。 在任期期间,他开仓正代,受寄的灾民,生得百姓爱的。 但他的确计是在书法。 他博在重发与精灵体系,甚至走在路上,还带我的严家书法家庭。 手机不停地在身上发自行,时间一几个人,连自己的义亲都发过。 西基爱额,一层轻加发。 他喜欢从我的阳俊气势间,不做书法的一层一段。 从我的助力或形态中,带我书法的笔划课计。 这块俄骑斌集团,是王兮基书续一半时,被其他时当个温宴室盘。 后来,由他的儿子王献之继续。 王兮基的书法,在不断地脱起前言,总结自我中,终于完成了。 从带有厉俗意味的制补书籍,到写进规律的王岐真书与行修的推幼。 四十一架,奠定了他在中国书场上最高无上的书士兵。 今天,在绍兴古城,还寻找着王兮基的训组。 其善小,躲活动,借诸讲词。 人们从这些地名中,夺掘着一代书士兵的红产生命。 王兮基的说法,大于放心。 王子雄雄雄,雄魂雄敬不清不利,是有力度和生命的完美之力。 动态与近平上的高度和平。 无论解体、入体还是在商场上,混合、特征都极很简单。 藍庭系是王兮基书法中的大法。 为此,藍庭圣会上,王兮基曾经去, 用土菲品,散传建设训组织的迷智和平,将多年的书法艺术体,淋漓尽的发振。 鸟子自然,吵多青春,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体的中央,征爆。 今天,绍兴兰奇,已成为四人向往的世界上胜兴。 藍庭系,也被冬季以来的各代书法家,淋漓了。 一些书法还好,春春来到藍庭,尽找王兮基的迷晓宪作。 在温元的析水和流声之间,要向王兮基和藍庭系的积极的主持。 在温元的析水和流声之间,要向王兮基和藍庭系的积极。